即2019年發布了史上首張黑洞M87影像之後 瞬間世界望遠際計畫EHT同步觀測的另外一個黑洞 人馬座A星也有重大的突破 這個黑洞位在我們所處的銀河系中心 更是目前已知離我們最近的超大質量黑洞 台灣天文團隊多年來參與觀測 12號晚間EHT將跟中研院還有科技部 共同舉辦全球同步記者會 來發表最新取得的重大成果 揭開黑洞的神秘面紗 史上首張黑洞M87的影像在2019年公布 讓世人一窺神秘的黑洞 時隔三年 事件世界望遠際計畫 同步觀測的另外一個黑洞 也有重大科學發現 這次觀測的黑洞 人馬座A星位在銀河系中心 距離地球大約27000光年 是太陽質量的400萬倍 直徑大約1200萬公里 更是目前已知 離我們最近的超大質量黑洞 這次跟M87有一點點差不多 也以前用過 觀測黑洞所使用的八台望遠鏡 分別位在夏威夷 美國 墨西哥以及南極州等地 同步對準人馬座A星 利用特長基線干涉技術 收集來自外太空的微弱訊號 這一回將再度公布黑洞的觀測結果 台灣的天文團隊 在計畫裡頭扮演重要角色 能有這樣的成果 前中研院院長李遠哲是一大推手 我們目前天文所的這個成就啊 雖然我們是全世界的大團隊裡面的一小部分 但是我們還是在最高的程式上跟大家合作 跟大家一起努力 經過科學家多年來的跨國研究 讓人馬座A星不再只是個迷 他的神秘面紗將在週四的全球同步記者會中一一揭開 記者張寧 陳信志 採訪報導 本土疫情升溫 台南一間豬排店祭出了免費送餐 只要是台南市民無論確診或是隔離 每人一週可以領三次的餐點 超佛心的服務也廣受大眾的好評 另外社會局則針對了弱勢群體 提供了代購物資或是快篩 在特殊時期展現社會文情 我們這邊招牌就是炸豬排 藍帶豬排下鍋油炸 直到金黃酥脆再起鍋切塊 還有水煮蔬菜做搭配 平常想吃就吃 但如果在隔離怎麼辦 沒關係 老闆免費幫忙外送到家 放這裡嗎 對 這樣就可以 好 OK 謝謝 拎著餐點爬樓梯隔著鐵門送溫暖 隨著確診數不斷飆升 台南這間豬排店業者 從四月底推出免費送餐服務 到六月三十號以前 從餐點到跑腿費通通不用錢 佛心做法 廣誇好評 前一陣子當然剛好也不幸確診 當然如果這個店家有這樣子的善局 自然會暖流在心頭 雪中送炭 超暖新服務範圍也很廣 老闆說只要住台南又是台南市民 無論隔離或是確診 需要送餐就無條件相信 每人一週可以領三次 剛好符合3加4的規定 另外台南社會局也針對弱勢群體提供關懷照顧 除了優先分配口罩 代買物資以及快篩 同時更會協助接種疫苗 並每天量體溫 以溫暖又貼心的行動 洗手共渡疫情 監困時期 今晚期台南差不多 本土疫情持續的升溫 醫療量能跟著拉警報 基隆的護病比 從以前的一名護理師照顧五床病人 暴增到了現在 一名護理師要照顧15床的病人 而且呢 持續有長照機構的長者染疫 被送到了醫院 但是就有護理人員表示說 這一個禮拜以來 已經遇到了三名家屬 不願意留院陪同 把需要餵食還有擦澡的染疫病患 獨自留在醫院當中 讓醫護人員被迫身兼當看護 疲憊的身軀坐在辦公椅上 一整天忙下來 醫護人員快要累攤 頂著身上一層又一層的防護裝備 穿梭在各個病房之間 但讓醫護更崩潰的是 染疫的長照病患被家屬丟在醫院裡 還遇到有病患的女兒說 那條法律規定 家人住院一定要有人顧 因為怕染疫不願意留下來 照顧有抽痰需求的媽媽 醫護人員被迫身兼看護 住院的通常都是重症或中重症 都是臥床的 機構的 幫忙協助餵食 患尿布 然後還有更衣那些插澡 這些事情 這個禮拜來已經遇到三個家屬 不想要顧自己的家人 這名基隆的醫護人員表示 去年平均一名護理師要對上五床病人 但最近他們的病床數 卻增加到平均一人對十五床 護病比變成以前的三倍 第一位病患和最後一位病患 見到護理師的時間可能相差到兩個小時以上 這期間沒有家屬陪同的病人出了什麼狀況 很可能沒辦法第一時間掌握 而且一般清醒的染疫病患 每次尋床要花費五到十分鐘 但臥床的病患每一位評估都要半小時起跳 工作爆量大喊實在吃不消 寒話民眾如果家中有需要看護的臥床者染疫 更需要家屬到院陪同 不僅讓辛苦的醫護人員喘口氣 也讓家人在醫院得到更好的照顧 記者蔡志恆金融報導 新北宇是一名老師在五月一號確診 居家照護十天 但是他解隔前自行快篩呈現了陽性 詢問了學校教育局還有教育部 三方都說以指揮中心的指引為主 應該是要正常回到了學校上課 不過老師還是擔心說 這個快篩陽還是有一定的傳染力 向全宗教來求助 最後跟學校溝通 校長通融老師多請幾天假 不過全宗教也批評說 如果讓快篩陽性的老師回到學校上課 家長孩子怎麼會放心 也呼籲教育部應該要明確規範師生 在隔離期滿快篩陰性才可以返校 而教育部長潘文中則回應說 原則上居家不讓疫情擴大為主 新北市一名老師五月一號確診 而因為是五月八號前的個案 採用舊的制度 在家居隔十天 並且加上七天自主管理 這名老師隔離十天總算要期滿 不過解隔前他在家裡自行快篩 發現還是兩條線陽性 那他到底要不要回學校上課 因為攤開指揮中心規定 輕症確診者救治解隔離條件 有四天內兩次快篩陰 PCR陰性或CT值30以上 也可以等到居隔十天後自動解隔 新制是只要七天就自動解隔 雖然這名教師試採救治 但狀況特殊 詢問學校教育局教育部 都說按照指揮中心指引 所以應該要回到學校上課 老師無奈找上工會求助 我覺得這個不知變通 是希望要有彈性處理 然後以校園安全 這個是最高指導原則 如果說讓家長知道 這個居隔期滿的老師 他快篩還是陽 我就不相信家長不會抗議 學生不會害怕 雖然後續這名老師 跟學校校長協調後 先在家自主管理 不過就擔心這不是個案 其他老師也會碰上相同問題 學生和家長會有疑慮 如果是陽性的這部分 當然我想以從防疫上的角度來看 不管老師或學生 能夠先還是以在居家 為一個原則 這個主要是避免 這個疫情不必要的這些擴散 教育部趕緊改變做法 畢竟還是以校園安全 為第一考量 記者副展皇城部 台北通報道